這個內會主席是作為大會副主席 以前選這個主席可能是半小時到一個小時已經搞定 但今次已經搞了十次會 二十三個小時 二十三個小時是很長的時間 都未選到一個 我想這一定是世界紀錄 全世界都沒有人會這樣搞 有人說立法會不是幫你生兒子 但我說起碼立法會不要妨礙別人生兒子 政府想有些新的法案 就要在內會決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 譬如好像產假 政府想由十個星期加到十四個星期 就要拿來大會討論是否要成立法案委員會 如果是的話就討論 討論完後再交到內會 批准了就拿去大會通過成立法例 原本是21年就可以實行 拖半年就遲半年 比如這半年有小朋友的孕婦就沒有這種權利 我們明年過了七月就是新一屆 現在那些討論完後如果到時都不能夠討論 去拿去大會 其實是會白費了一些時間 可能你討論了幾年也好 下一屆就由頭再來過 大佬 如果你做一個主席 是真是主持會議的 怎會有這樣的結果 你還要裝模作樣 說自己是公正的主持 我擺明你的拉布 那你就坦白了 他就說要逼政府回應他們的訴求 但其實政府不是沒有回應 不過政府是沒有答應的 你沒有理由特別是影響民生的法案 都是對民生有利的東西 去脅迫政府完全沒有道理 也都違背了 作為一個政治人 你是應該以市民的藝人為依歸 有嗎